欢迎您继续收听,由喜马拉雅出品,节语二撰写,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,唐砖。 第九十八节 在吐出一块鸡骨头后,老公叔长长的梳了一口气,看着云野说, 这是老夫此生吃的最美味的一餐饭食,可惜以后再也吃不到了,让人遗憾呐。 老先生何出此言呢? 只要想吃,这尽管来找小子就是了,云家虽然薄寒,这缺缺韭菜还不算难事。 云侯,老夫既然吃了韭菜,就不会让你的苦心白费,公叔家能做什么,想必你心里很清楚,要是只能做木匠头子,那还请侯爷免开遵口,公叔家隐忍千年不是出来做木匠头子的。 老公叔抢先挑明话题,他也有这个底气做这种要求,千年以来,公叔家名声依然不坠,有许多故事已经变成了传奇。 云叶笑着对他说,如果需要工匠头子,晚辈何须大动干戈呀,晚辈有一个梦想,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,把它变成信实。 老公叔不明白,这云叶的话里,这什么意思啊?不言喻,等待他的解释。 云叶吩咐护卫撤下残袭,泡了一大壶茶水,给父子二人倒上茶水,才从李家拿出一幅画图来,在两人面前就摊开了。 公叔墓的眼睛,刹那间是正低流源的,震惊的呆住了,公叔甲也不例外,两人是土墓建造的大行家,岂有不懂之理啊? 只见这图画上面啊,一座山峰突如的出现在了画图中央,上书玉山书院。 山峰的周围呢,全是秘密的房属,有几座非常宏伟的建筑,矗立在山前。 东阳河成了内河,户部也成了书院的景致,四周有高大的城墙围绕,在山间此起彼伏如同一条巨蟒。 这是一座城,还是书院呢? 那个皇帝会允许你建造这样的书院? 约侯啊,你疯了。 为什么每一个人见到这张图纸,都是这种反应呢? 要是知道这后世要在喜马拉雅山上钻洞,那要把南边的水引到北方来,这些人还不得一头碰死啊? 要是得知那些要给黄河加盖子,要给长城贴瓷砖的网络梦想,还不得是七窍流血,弃绝身亡吗? 公书家,据说是世界上最有想象力的家族,为何见到这座小小的书院就如此失态啊? 云叶的话说的是轻描淡写之志。 老公书艰难的把视线从图画上挪开,声色的说, 老夫最大胆的梦想,也没有这样的一座城池出现呢。 他不但需要无比庞大的一笔钱财,还需要最好的工匠,需要多得无法计数的各种材料,更加需要大量的劳力。 依我看来,大唐没有这样的能力来建造这座书院之城,梦想是宏伟的。 云侯啊,你无法在你的有生之年做到啊。 云叶又拿出一幅图纸,摊在桌面上,让这对父子观看。 这幅图上的建筑,需要征发两万劳工,耗费钱财不下十万贯,用时两年还有望建造完成。 老公书以为云叶放弃了第一幅图的狂热想法,改变主意呢,要建造一座比较靠谱的书院。 公书先生,这幅图纸已经开始建造了,它的花费没有您想象中的十万贯,只有不到两万贯。 其中呢,包括东阳河边的几十栋新式住宅,不包括前期凿石头的时间。 它的全部工期呢,只有三个月,劳力呢,只有五千。 这个时候,长安的天气应该还很暖和,所以工程仍在继续,在长安落雪之前,它一定会完工。 这不可能,光木材的加工成型就不止三个月,老夫说得两年,还是我公书家的速度。 老夫不信,这世界还有如此能工巧匠,这不是人能达到的速度,除非你有鬼神相助。 公书目抓狂的,他认为云业在胡说八道,在欺骗他。 从老祖宗起就开始建造房子,每一个流程他都清楚,所需的时间他也清楚。 他根本就不信这世上还有这么离谱的事情,尤其是在他最擅长的领域,他有一种强烈的侮辱感。 公书先生不必着急,也不必动怒,事实胜于雄辩,在大雪封路,我们也无法前往长安求证,只需耐心的等待来年春天,你我长安一行,不就清楚了吗? 云业心中很是欢喜,能把鲁班的子孙忽悠的抓狂,他很有成就感。 老公书眼睛都红了,他还是不相信这世界上有这么奇怪的事,那假如是真的,公书家一千年的隐忍都会成为笑话。 谁说大雪封山就不能前往长安了,我公书一家,如果连这一点小难题都无法解决,还有脸面成为鲁班的后人吗? 老夫,这就前往长安,瞧瞧云猴的鬼神之座。 哦,您可以在大雪封路的时间去长安,即将安出? 云业一下子有了精神,刚才的废话,他都说了不下十遍了。 在奏折里啊,给李二解释,在信里呢,给城前解释,在工地上给房玄灵解释,总之啊,说起这个话题,他是提不起一点精神。 猛然听说有新的工具代声,他不由得好奇心大气,完全忘记了这是在古代,亏人隐私是大忌。 蒙蔽世人眼睛的,也就是一张纸,捅破了,也就没甚好奇的。 雪地行走,不外乎陆地行舟而已,有何难在啊? 公书木终于掌握了主动,自然是要掉一下书袋啊,准备好好的用这东西敲云烟一笔。 有了这东西,大军在雪天就可以作战,商谷就不必在冬天守着火炉先坐。 眼看着各种发财的机会,从身边溜走。 这是公书家族,准备好的晋身资本呢。 老公书在这里对云叶说,是他非常想看看云叶吃惊的表情。 陆地行舟,陆地行舟,这是何物啊,什么船可以在陆地上行走呢? 气垫船,如果公书家把那东西造了出来,云叶不介意,把他们当成神仙供器了。 只是这冬天在雪地上行走的东西,除了滑雪板,还有什么呢? 狗拉雪橇?老子上哪去找合适的雪橇狗啊? 老夫与前子来的时候,就是乘坐此物,云侯可一观啊。 老公书有些得意,云叶抱着参观气垫船的恭敬态度来到院外。 当老公书的坐驾呈现在云叶面前的时候,他差点拿刀砍人。 居然是东北大地上常见的爬里。 一匹杂毛马,拖着一个低矮的木架子,啊,上面有两根打磨的非常光滑的硬木条。 两头呢,高高翘起,和后世的马拉雪橇,几乎是没区别。 云叶非常想砍自己一刀啊,这东西对他没有神秘感呢,为什么在用的时候就是想不起来呢? 还要靠古人,啊,给自己来提个醒,这太丢人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《唐砖》。 此物果然精妙啊,依靠两枝木条,就可以在冰雪之地纵横如飞,果然是奇思妙想,云叶佩服。 没办法,根据后世的专利法,公输墓拥有爬里的全部的权利。 那云叶没有主张,啊,只能为这个自己早就知道的东西付出代价。 希望老公输不会狮子大张口啊,否则为了大军冬天能够顺利的偷袭乡城,再大的代价,云叶也必须得付。 云叶,今日赐我公输家十五柱鲁班所,老夫全家非常感谢。 尤其是那张字条解开了老夫心中十几年的困惑啊,这家陆舟就送给云叶了,还望莫要嫌弃。 老公输是诚心诚意的,云叶可以感觉得到他的诚意,只是自己的一句话呀,真的可以解开他人的心结吗? 自己当初可是打着激怒对手的算盘呢,希望呢,对手被自己的话激怒,甚至于找上门来理论。 谁知道这阴差阳错之下,事情变成这个模样。 云叶,白玉京之事,果然如同你所说的情形别无二致吗? 公输先生,有谁见过神仙? 那些以讹传讹的消息,曾经让晚辈跑断了腿呀。 希望母的摇池是个破水坛子。 没有花木,没有吃一颗就长生不老的仙丹。 家师曾经到达过一个奇怪的地方,到处都是石头,连家师都差点被通化,侥幸逃出来,也是元气大伤啊。 家师把那个地方叫做白玉京,还不许晚辈再提起他,更不许晚辈走这条不归路啊。 云叶以为老公叔依然是贼心未死,还在窥视长生之道。 正要归劝呢,却见老公叔说了,家里已然立了规矩,那就是再敢有言长生者,逐出家门,绝不宽戴。 所以云侯不必劝我,老夫憎恶长生之心,有在云侯之上啊,只是各种原因。 牵涉到了家父啊,子不言父过,就不与云侯喜说了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,晚辈也不是多嘴的人。 公叔家立此足归,实在是可喜可贺呀,云叶在这里为先生贺。 只是不知解开十五柱鲁班所的,是公叔家的哪位高材,且容云叶拜见呢? 云叶话一完,就引来了父子的捧腹大笑。 这笑声让云叶稀里糊涂的,不知道解开鲁班所,这有何可笑之处啊? 那可是自己加了料的,不是普通人可以解开的。 解开云侯大作的,是我云叔家的公叔言,总共用了眨眼的时间。 老公叔,似乎说到了心头最痒的地方,眼中全是戏虐之意。 哦,如此高人,云叶当亲自拜见呢? 不用了,这个时候啊,他恐怕早就睡觉了。 严先生现今高寿几何呀? 他今年,已经一岁多了。 云叶从来都不知道,鲁班的老婆姓云,然而呢,这是千真万确的事。 公叔牧在和云叶争论将来的福利时呢,顺口说的,他和云叶占亲,这自家人不能坑自家人呢。 对一个连自己祖宗都搬出来的人,云叶是没有一点的抵抗力。 老公叔已经准备派人前往长安了,看看云叶所说的书院,这到底是如何建成的。 不过呢,这是小事,啊,公叔家既然准备出事了,就不会在意三个月,这到底能不能建成一个那么大的一片建筑。 只是遵循着建筑世家的骄傲,求证一下罢了。 公叔甲对老师这一崇拜的职业充满了向往,握了多年锄头的手,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握笔杆子了。 他很激动,不时的向云叶打听自己要教的学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,在得知全是公勋子弟这个惊人的喜讯后,独自一人坐在凳子上瞎激动。 老公叔和云叶手捧相察,谈天说地,从鲁般的牧鸟,到仙人的腾云驾雾,无所不谈。 历朝历代隐藏于世间的各种奇门杂学,让云叶耳目一新。 原来不光有天元地方一说,还有张恒的天元地福之说,让云叶感到不可思议的,是这种学说已经很接近真相了。 想象一下,张恒说天是圆的,包拢着大地,大地呢,浮在水上,就像一只鸡蛋。 可使天,黄是地,黄浮在鸡蛋液上,只要把蛋液换成太空,就和现代的学说没什么区别。 一尺之锤,日取其半,则万载不绝。 这种可怕的微观思想啊,让云叶汗流浃背。 如果抛去后世,在父母的唠叨,老师的鞭策下,学到的一些乱七八糟的知识,他不知道在古人面前,还有多少可以自傲的地方。 以后要少显卑啊,多抓苦力。 公书家呢,只抓了四个,嗯,有些亏。 不知道传说中的墨家,道家,阴阳家,那些变态的疯子,如果统统的弄到书院,李二会不会红着眼睛来抢人呢? 李二搞了一个狗屁的科考,就说天下英才,进入股中。 亏他有脸说这个大话呀。 就面前这个老头子,当个公布上书是绰绰有余。 朝堂上的那些草包,云叶可以尽情的欺骗。 换了老公书,就绝不会出现几千罐买四根铁条的事儿了。 宾主尽欢而散,云叶用马车呢,把老公书父子送回家中,然后啊,拖着爬里,来到了柴少的帅府。 柴少、薛万彻、牛进达这三个人,围着爬里是左看右看,嘖嘖撑起。 不顾天黑呀,就吩咐亲兵,套上了一匹马,赶着爬里,就出了城了。 在月光下,亲兵赶着马上坡,下钩,装上石头,再试一遍。 看到驼马这依旧在雪地上,跑得飞快,柴少大笑着,收兵回营。 柴少是个厚道人,没有追问这爬里的来历,只是吩咐工匠啊,日夜赶制,他要弄一千架这个东西。 大总管,看来我们的计划要更改了,有了此物,我大军依旧可以在荒原上纵夺如飞呀。 老夫刚才算了一项,有千架这种东西,就可以携带三千军事,和足够的粮草,器械。 杰里想要依靠大雪,吃至我军的盘算,只怕是一场美梦啊。 老牛从来都没把云叶当成外人,当着他的面,就开始讨论军中机要。 柴少也仿佛不在乎,蹲在地上就开始和老牛薛万人讨论行军路线。 云叶眼住耳朵不想听,可是薛万人的大嗓门,是用手可以眼住的?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《唐砖》,作者杰宇二,演播今儿更多精彩有声书,近在喜马拉雅。